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还没有达到女艺号的位置 不过在剧中频频出色的表现让网友都十分满意 而现在37岁的TVB女星赵希洛则是富二代与新二代的结合体 近日赵希洛受邀参加了访谈节目《先个避个天地》的录制 在节目中一向都比较低调的她 在镜头面前却大谈入行多年来的点点滴滴 同时也罕见地提及了她的家人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6月14日据港媒报道 富二代女星赵希洛接受了节目《星光路》上的专访 大方分享了入行多年的苦与乐 曝光的近照中赵希洛穿着黑色皮衣出镜 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打扮时髦 一段时间没见 她似乎发福了一些 脸蛋有点圆润 但不影响美貌 赵希洛出身豪门 家庭环境优渥的赵希洛 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国外生活 据了解 父亲本身是澳洲著名律师 同时兼任某上市石油公司 非执行董事 身家非常丰厚 名副其实的富豪 她的母亲是前艺人梁晓菱 梁晓菱七十年代活跃在荧幕 拍出过不少电视剧 还是王牌综艺欢乐金箱的台柱 因此赵希洛也算是从小 顶着富二代和新二代的标签在生活 备受父母宠爱的她 从小衣食无忧 长大后考入名牌大学法律与商业系 但可能是受到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赵希洛从小对演戏就情有独钟 毕业后赵希洛没有当律师 也没有从商 她小时候的愿望 就是长大之后能够考上演艺学院 但是她的这个梦想 只在当时却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 在家人的压力下 赵希洛也只能好好读书 最终也以优秀的成绩 从法律专业毕业 虽说从法律专业毕业后 但是赵希洛对于演戏的热情 依旧没有淡去 所以当年她一个人回到香港 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 只有选美才是自己踏入演艺圈 最为捷径的方式 所以她不顾父母的反对 跑去参加港节选美比赛 当年赵希洛虽然未能进入前三甲 她没有放弃追逐演艺梦 而是报考了TVB议员训练班 选择出道当演员 顺利拿到了TVB的合约 正式踏入演艺圈 随着逐渐走到目前 赵希洛的身份也渐渐被媒体曝光 尽管赵希洛外形条件不差 但TVB竞争太激烈 入行14年 她眼来眼去都是配角 对此 她从来没有太多抱怨 乐观的她甘当配角 并抱着只要努力去做 总会有人看到的信念追梦 但外界却发现 贵为新二代富二代的她 却没有走捷径 反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龙套角色开始演起 虽说当时外界有鼓励的声音 但更多的是讽刺的声音 毕竟贵为新二代 却只能演龙套角色 在外界看来实在有点唏嘘 所以赵希洛一度因为新二代的标签 压力倍增 她唯一能够做的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为了演好角色 赵希洛真的可以狠拼 她透露拍《实习天使》的时候 她想加情角色的吃恋程度 便主动提议加吻戏 亲吻前辈蒋志光 所以她将主意告诉蒋志光 蒋老师一下子呆住了 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 索性最终出来的效果很不错 大家都能接受 都说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而赵希洛多年来的付出 也得到了认可 赵希洛在《实习天使》中的表演 确实非常亮眼 除了这部戏 在2019年的神剧《金箫大厦》中 她在金箫大厦中扮演和太太一角 她经常推着一辆婴儿车散步 在外人眼中 她就是一位脾气古怪的单亲妈妈 相信当时看过盖单元的观众们 如今回忆起来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同时结局也并不是很好 算是比较昏暗的 而在《金箫大厦2》中 这一次赵希洛就不是饰演颠颇的角色 不过在七楼半的《疯狂黑白世界》中 她饰演的坚决仍然是非常疯狂的 带给观众们不少新鲜感 至于剧集要分别饰演两个不同的角色 对于赵希洛来说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她说这次演律师最具挑战的 就是讲话要明快 肯定和纯属 因为律师不希望花时间慢慢沟通 正正我的角色就是这种态度 我在平行时空饰演另一个角色 说话较慢但较强 不过我稍微嫌说话有点太快了 不过说到赵希洛名字时 如今很多人都是一个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颠颇 同时她可以说是被这类角色给定型了 自从被观众贴上类似的标签后 赵希洛还是有些不开心的 但是这也成为了其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 所以私下她唯有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 虽然只担任了一个单元剧中的主要角色 但她还是凭借思思入扣的演技 让人印象难忘 获得了外界一致认可 同时该角色也让她入行十年来 首次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实力备受认可 但在赵希洛看来 其实自己过往饰演的三个同类型角色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差不多 但是其实是性格各异的 她过往饰演的颠颇形象 分别是在经销大厦 实习天使以及八卦神态中 她认为角色之间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然而赵希洛的努力 不仅得不到老爸的肯定 还被对方泼冷水 她回忆到 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 始终是主角隔壁的那一个 对她的打击真的很大 尽管始终得不到父亲百分百的支持 但赵希洛没有灰心丧气 她对着镜头隔空对家人说道 你们再等一阵子 再等一阵子就可以了 看得出来 她对自己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努力背后终有收获 颁奖礼上的荣耀 就是对其最大的回馈 拿着这个奖项 赵希洛除了激动之外 她更开心的 是终于可以给家人交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入行十多年的赵希洛 曾经也被家人质疑 尽管妈妈梁晓玲也曾是圈内人 但是家里人不忍她日熬夜熬 甚至会在赵希洛没有公开的时候 质疑其该不该转行 要知道早年间 赵希洛一度到无戏可拍的地步 那时的她虽然对未来充满恐惧 但是追梦的心却没有放弃 就算母亲多番劝阻 也没有让赵希洛改变初心 其实在演员这条路上 赵希洛的母亲梁晓玲 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作为曾经亚视的女艺人 梁晓玲在娱乐圈 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所以以过来人的身份 梁晓玲还是希望女儿 能够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甚至一度劝其转行 庆幸的是 赵希洛坚持做演员的决心 没有被母亲撼动 如今看来 她的选择是对的 至少在演艺圈 赵希洛有了性命 这对一个演员而言 就是最大的成功 由于演颠颇的角色 被观众熟知 早年间赵希洛参演的角色 也成为观众 茶余饭后的话题 不少网友发现 赵希洛俨然成为TVB中 御用的疯婆子 不管是八卦神探 还是实习天使 赵希洛的角色 似乎都与精神病挂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而被定型了呢 在获奖之后 她更是获得了 加入TVB处境剧 爱回家之 开心速递的机会 在剧集中 赵希洛饰演的是 无知漫漫一绝 对于这个机会 赵希洛是非常珍惜的 因为拍摄处境剧 还是比较忙的 每天都需要开工 不比其他剧集一样 有时候拍个两三个月 就完成了 剩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就是空闲的 赵希洛也是非常享受 这种忙碌的状态 不过通过赵希洛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她可以说是成功 甩掉了新二代的 这个称号 靠自己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们的心 现实相信很多人 说起赵希洛的时候 更多的是 称她为实力演员赵希洛 而不单单只是 梁晓琳的女儿 她的努力 也是被观众们 有目共睹的 随着演技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赵希洛也渐渐开始 获得了高层的重视 最近两年 她的曝光率 明显有了提高 加上签了 《经纪人合约》后 其机会也更多 而在今年新开拍的 悬疑剧 18年后的 《终极告白2》中 她更是首次升级 做了女主角 有幸当任 第二女主角 赵希洛也表示 自己专注在角色中 难以抽离 为了更加贴近人物 她几乎把自己搞得抑郁 后来还是靠着做运动 来慢慢舒缓自己 这样一个戏疯子 想来不受欢迎都难 而后她还罕见地 提及了自己的感情状况 她说跟男友感情稳定 但不急着结婚 等事业有成再说吧 生小孩就看缘分 从赵希洛的专访中 听得出来 她是真的很热爱演员 这份工作 其实从赵希洛的身上 看到的更多的 还是那句 最为经典的智力名言 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而她那些原本的新二代 富二代的标签 自动也会被外界所忽略 最后也祝福低调 努力的赵希洛 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演艺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也非常期待 她的精彩演出 还有哪些人物 是你想听 想看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